嗨大家好Mega 就在昨天接受到一個消息 有人說他們家菜園旁邊的池子出現了一隻鱷魚 那聽到鱷魚我整個人就興奮起來了 我這輩子還沒抓過什麼鱷魚 然後他還有傳幾段影片給我 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我知道 historia 更為倒 وب 要抓不 Rend propeller 倒想 怎麼抓不 satisfy 遍 對不起 我在 這幾段影片看完我個人覺得是鱷魚的機率比較小 因為這個從攻擊模式上看起來不太像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應該是掠食性的生物 如果是魚的話就我的了解 可能是泰國裡或是繁殖中的鯉魚 現在是6月跟鯉魚的繁殖季節有重疊 鯉魚在繁殖季節的時候喜歡在岸邊或是在水面上打鬧 但是如果是鯉魚的話 應該不會讓牠這麼害怕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長得蠻可怕 而且是讓人家感覺有攻擊性的 再來如果真的是鯉魚的話 可能就只有這種鯉魚會在台灣出現 就是眼鏡凱門鱷 它引入到台灣是作為肉用跟皮用的 它是一種原產在中南美洲的中型鯉魚 雖然說鯉魚的機率我覺得不高 但是會讓牠感覺到那麼害怕 這個東西肯定不是個擅長 我們就來去一探究竟 好 現在到約定地了 來 等一下當事人出現 我到了 你到了 我馬上到 馬上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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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我現在往河床這邊開 比較深入不毛之地 河床要再放股進去啊 好好 再見 喔 這邊真的很荒野 為什麼你說一個人來而已 一個人嗎 我先看看是不是鯉魚啦 哪也是喔 我在繞人來啦 對啊 對啊 我看這個影片不太像 但是有可能 因為我沒看到牠的頭啊 鯉魚要看到頭才知道喔 我去看這邊鯉魚 好 來 去看看 我知道鯉魚 白眼鏡是什麼 它這個不是眼睛嗎 喔 你的鏡頭不清楚嗎 這不清楚我看起來 像一隻魚在那裡背出來而已 你是看到牠的頭 頭在那裡 沒有 因為我一直在攝影 我一直在攝影 但是牠撲一下 牠沒掉了 我再帶你去那裡 看起來 如果是鱷魚 應該是白人放 我剛剛確定一般 我一直在考慮說 我到底是不是要抱 沒關係 確認一下 通知的是我學弟 他今天要上班 我跟你講 鱷魚都沒關係 鱷魚都沒關係 這只要就是潤牠那個 好 那妳平常有看到牠在水面上游嗎 沒有 因為我就是鱷魚在那裡 撲起來 撲起來 喔 那裡面是不是有養鱷魚 我不知道 喔 因為鱷魚牠如果在繁殖的時候也會這樣 在水面上這樣炸來炸去 喔 這裡裡面喔 呵呵 我來看看 一到這個池子我環顧四周 發現四周非常的平靜 影片中炸水化的畫面也沒有觀察到半個 直到我發現這個 我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狗呆啦 應該是泰國鯉 因為這邊有魚球 然後牠們在護幼的時候 是不是會這樣炸來炸去 沒錯 應該先拋兩竿 如果是鱷魚的話應該也會咬我的黑蛙 這邊好體球 泰國鯉魚苗啊 我真的覺得泰國鯉在亂而已 但這魚球也沒有媽媽啊 奇怪 可能是真的被鱷魚吃掉了 像這大小的魚苗喔 爸媽應該也會在附近顧 但沒看到爸媽 可能真的有更高級的綠食者床給吃掉了 頭上大口是嗎 對 頭上大口是嗎 頭上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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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鯉魚 脚餌 手蛇 牠會以為是活的東西 牠會來吃 對 不吃了怎麼辦 跟電腦炸到 所以牠掉了 牠억 你那個不會摘掉嗎 不會 我這個很粗啊 我 73 我都用最印的 有鏡頭啊 有鏡頭在錄 記錄一下 哪 沒什麼動静 所以平常會有人來嗎? 阿波而已? 好 剛剛炸一下,我覺得只是呆而已 目前是沒看到像鱷魚的東西 看上去,再看一下牠會起來跟你說你好 看一下有沒有在那邊 真大跳 這是平撞到嗎? 漂亮,摸一摸就好了 阿有看到牠上來岸上嗎 因為牠摸摸阿波我看到很冷 很冷,是鱷魚 鱷魚是鱷魚 鱷魚一定是 好,來看我們 喔!我看到一塊爪喔 來!來啊來啊 對啊!很可愛的 我看到!我看到! 那就是泰國裡 有啦!我看到那個是泰國裡啦 那個不是鱷魚啦!確定啦 那你不抓了嗎? 我去試試看,我靠近一點 釣到了,但是沒開機 這個啊!泰國裡 就是這個啊 你應該是看到這個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看到這個? 不是看到這個 應該是這個啊!那是古代的 不是啦!哪有這麼小的! 沒有!沒有這麼小嗎? 沒有啊! 這麼長耶! 這麼長耶! 這麼長! 這是鱷魚活 我沒有騙你 是喔! 好,那其實再試試看 現在開始會咬 趕快等一下還有機會 這樣算小隻的嗎? 還有機會! 這不算小 這算剛好 50公分 剛好 這個也會跳 這也會跳啊! 剛剛在岸邊 就是這個啊! 直接把它帶回去吃 這很好吃喔! 這個怎麼煮? 這個喔! 鳞片去掉 肉取下來 便便肉取下來 乾煎 就好 然後中間骨頭煮湯 很好吃! 這個對身體很補耶! 這很多人手術後都吃這個 這個...對啊! 有病治病 沒病強生啊! 好,那你去掉底下來了 我媽媽怎麼說啊! 被牠的 牠還要摩著啊! 好,你看牠現在會走 牠會自己走到水裡面去 陸地上 也可以活兩個小時 不用加水 就這樣 但是不要給牠熱到 對啊! 你這裡有想像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都是牠會的 不是我的 不要用這樣啦! 喔!我沒有咬! 不要啦! 不要咬啦! 咬你算我的 我放這裡好了! ㄏㄧㄟ ㄏㄨㄟ 我放這裡好了! 那鳍魚會騷起來 鱉燈水 欸! 牠...牠早上 太陽剛出來的 可能會在這種 平平的地方 曬太陽 因為牠是人血動物 這可以丟很遠 喔 釣! 這隻很貴喔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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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 對啊!高台了 高一貝 高一貝啊 漂亮喔 就說天氣沒那麼熱就開始咬了 嗯 要比上嗎? 哈哈哈 這隻褲,不錯了 對啊 應該是這個啦 對啊,現在牠們很活躍 對啊 真的有看到很確定的話再跟我們說 那應該就是那個魚啦 因為牠們會這樣子翻來翻去 對啊 剛剛阿嬤也有看到說這個魚會這樣子炸上來 如果是這個就是很好的事情 對啊,應該99%是這個 就是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是那種的就是不好的了 那種的就要兩三個人來處理了 先走囉 拜拜 虛晶一場啊 應該就是待在岸邊玩 可能大部分人不知道就會比較害怕這樣子 不過沒事就好,虛晶一場不是鱷魚 不過如果真的是鱷魚的話 我倒是蠻想抓鱷看的 本身還沒抓過鱷魚 好了,今天影片就這樣 我就簡單記錄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運鏡或是拍什麼空拍 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 記錄一下這樣子 我是Omega,我們下次見,掰掰